為了推廣舊蕾遺址文化 台東縣政府特別出版失落的文明 從舊蕾遺址看台灣史前文化發展軌跡 將歷經十年的考古研究報告 透過彩色圖表跟簡易的文字敘述 希望讓一般民眾輕鬆閱讀 同時在21號下午 邀請作者李昆修 跟民眾分享遺址由來 還有文化發展脈絡 因為考古發掘報告是不太容易讀的 那如果要把它變成一個可讀性的東西 可以比較能夠推廣的東西 就要把它變成比較 像在說歷史或說故事的模式 而不是考古發掘報告的形式 太多的文字太像學術報告 我相信很多人會覺得非常沉重 所以我們在編的時候 我們盡量圖表 圖片居多 那文字盡量簡化 由於過去台灣史前文化遺址中 沒有一處能證明和原住民族 有直接的文化關係 但隨著舊香蘭遺址出土的陶器 跟骨腳器上 都出現有百步蛇的文事 李昆修表示 這將足以證明遺址和排灣族文化 具有直接的源源 台灣排灣族的三寶之類青銅刀的 在這裡就有證明 這也是這個遺址是在製作青銅刀的 還有骨雕上面很清楚的雕刻出那個 百步蛇的那個圖文的構造 就跟現代的台灣族的那個紋式是幾乎沒有差別的 就是說這個舊香蘭遺址的文化可以清楚的把現在的原住民 跟史前時代人類的關係做一個很直接的連結 舊香蘭遺址位於太馬里西出海口 總面積約20公頃 由於大多處於私人土地上 目前只開挖約800平方公尺 遺址文化還有很大的研究空間 李昆修表示 希望未來能與地方民眾取得共識 期盼將完整的遺址文化內涵呈現在世人眼前 記者直播台東太馬里 採訪報導